妈妈将窗户和门关好,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,独自下楼去扔垃圾,还没等他走到楼下,两个孩子全都从五楼窗口掉了下去。 这样的悲剧就在几天前发生在铁岭清河县,目前,两个孩子一个在重症监护士,下肢没有知觉,另一个孩子手臂骨折,头内有浴血,妈妈下楼扔垃圾, 两孩子五楼最下,白凤和丈夫尼某是两名铁岭清河县人,他们有两个女儿,老大四岁,老二一岁多,一家人在清河租的房子居住,平时尼某外出打工,白凤在家带孩子。 7月12日,白凤在家带着两个孩子,他让老大与老二玩,他腾出时间打扫卫生,收拾出来挺多垃圾,瓦合机下楼扔掉,怕孩子扒窗户有危险,特意把窗户全关上了,然后关上门去扔垃圾。 7月12日,他们住的是五楼,白凤刚刚走到三楼,就听见咕咚医生们想,虽然不知道了是什么声音,但他感觉不太好,马上跑回家。 进屋后看两个孩子没人回应,看到窗户打开,白凤急忙奔到窗口往下看,两个女儿都从五楼掉了下去,摔在楼下地砖上。 老二看窗台老大去拽,重心不稳一同掉下,两个孩子被救起后,还读比较清醒,老大还知道嗨妈妈。 原来,在白凤下楼后,四岁的姐姐把窗户打开了,妹妹见姐姐站在窗口,也走过来拔窗户看,老大怕妹妹掉下去,就用手使劲往后拉妹妹,可是她毕竟也是一个才四岁的孩子。 在拉妹妹的过程中,由于重心不稳,两个人一起都从五楼窗口扳了出去,因为一楼窗下堆了一些杂物,两个孩子先掉到杂物上稍微倒了一下,然后又滚落到水泥砖上。 老大象深无知觉,老二左臂骨折,一个女儿躺在重症间护士,情况危险,一个女儿一条胳膊骨折,需要几块手术,你某深深的担忧。 白凤与你某因为都是独生子,结婚后做了一个前面的约定,他们要生两个孩子,一个随妈妈姓白,一个随爸爸姓你,两个人在清河租房子住,你某打零工。 白凤在家带两个孩子,过去虽然条件不太好,可一家人在一起很幸福,但现在,你某面临着高额的医疗费,老大经检查全身多处骨折。 胸部三刀五胸椎压缩性骨折,胸四椎体积凸骨折,双侧也起胸,双肺挫掠伤,胸部以下没有知觉,大小便失禁,有贪困的危险,二宝头部有浴血,左臂骨折,全身擦伤。 目前,你某通过爱心筹平台,已经筹集到了四万多元钱,但两个孩子要做的手术,还需要很大一笔费用,他恳请社会各界能向他们伸出援手,救救两个孩子。 爱心人师可拨打本报热线电话进行援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